我去過這兒的目的目標 2021第一對情侶誕生 玄冰孫一貞這回真的戀愛中 全球粉絲跟著拍手較好 但比起驚訝更多人都覺得 兩人相戀早就是意料之中命中注定 李正玉是我的運命嗎 還沒報導特地套用兩人定情作 愛得迫江中的經典台詞 甜蜜形容玄冰和孫一貞的相戀 不是偶然而是命運 在眾多粉絲眼中 兩人當然不只外表般配 絕佳默契更是天早地攝 2018年合作電影極致對決 孫一貞飾演的談判專家 和玄冰飾演的綁匪展開鬥志協商 當時礙於劇情兩人幾乎只透過一幕對戲 但跑宣傳時絕佳默契 讓網友媒體紛紛敲碗 想把兩人送左堆 主持人一時口誤把玄冰叫成新郎 讓現場頓時充滿粉紅泡泡 要兩人對彬此默契打分數 甜蜜互動更是獻傻旁人 100點萬點 是 90點 因為10點 沒有結束了 所以那點是-10點 你選了90點 你選了多少點 我選了100點 100點 能在鏡頭前讓玄冰如此卸下武裝 放聲大笑 恐怕就只有孫一貞一人 合拍電影後兩人就多次傳出非文 被拍到在美國一起逛超市 甚至一度誤傳已經結婚 但前三次非文雙方全都否認 说只是朋友 根据还没报道 最后还是因为爱得迫降 才让两人修成正果 根据报道 两人是爱得迫降杀亲后 回到日常生活 才发现对彼此思念之情 越来越浓 终于决定从朋友变成恋人 但许多观众恐怕在看戏时 就觉得这两人 怎么可能只是朋友 一次又一次深情吻戏 画面拍得梦幻唯美 私下的拍摄花絮 更是甜蜜破表 深情一吻导演还没喊咖 两人很敬业默契十足继续演 甚至凑上脸打算再吻一次 大批网友直呼 这根本是难分难舍真情流露 而每次拥抱吻戏都认真对角度 片场也不时看到两人真实互动 不小心恩居只见孙一针 娇羞不断拍打悬兵 如此高甜度的相处模式 让观众不入戏也难 不止拍戏时 两人私下互动也不断洒糖 透过IGPO出许多可爱影片 这回爆出恋爱铁证 除了第一时间 经纪公司发声明承认 孙一针还亲自在IGPO文认爱 语气害羞写下感谢 能遇到这么好的人 不过回头来看 在新年第一天 就爆出两人恋爱铁证的 这一家韩媒 可不是省油的灯 被称为南韩最强狗仔 网友昵称低色 2013年1月1号拍到第一队 元旦情侣 就是超大咖的 Ren 韩金泰西 两人当年拍广告结缘 据说Ren对金泰西一见钟情 交往一个多月就被第一摄拍到 2017年也已经甜蜜 步入礼堂 成为南韩演艺区最强夫妻党 很多关心地推荐 谢谢大家 除了Ren和金泰西 低色爆料的元旦情侣 还有李生姬和润额 GD 李朱妍 以及XO的Kai 和Blackpink的Jenny 从K-pop剧新到韩剧男神女神 只要恋爱几乎都难逃 低舍跟拍 尽管很多恋情都在公开后 没多久无疾而终 但也有持续甜蜜相恋 最后走入婚姻的例子 就像Ren和金泰熙一样 这回玄冰和孙艺娟被拍到 许多粉丝就期盼 两人干脆就地结婚 让命中注定的甜蜜相恋 从戏里无限延伸到戏外 Night, won't you be here by me?